進場的是國民黨桃園市長選人張善政 善哥大聲歡迎 善哥是前行政院長 針對昨天鄭運鴻有在電視節目上說 可能您不是一個佛系的候選人 那這部分你怎麼看 佛系不佛系要看場合 有些議題一定要仗義直言 譬如說論文 譬如說中介法 這種事情怎麼可以佛系 一定要大勢的 不是說批評 一定要呼籲 大勢的呼籲 中介法的確是一個威權復辟 一個網路專制的一個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呼籲我們政府 循來勒馬 不要再繼續往下走 不但是公廳會要暫停 一定要撤回重新朝你 那對選情的影響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個中介法暴露了民進黨的心態 我們民眾心裡面看得非常清楚 哪一個政黨才是對我們國家真的有利的 已經非常清楚了